我们的国会议员 我们的立法院的这些诸公们 他们的表现 现在开议一个多月以来 民众对他们的这个满意度有多高 我们看到近新闻 近电视委托大地民意研究公司 做了一份民调 我们来看看民众党 为什么会单独来看民众党 因为它是三党里面的满意度最低的 它比国民党也比这个民进党的满意度低 我们来看还算满意的大概是28% 不太满意的有27% 我们来看不满意的状况 是比满意的多很多 多了12%左右 可是比较有趣的是 民众党今天做了一个梗图 标题叫做 以巴党版立委支持度追齐蓝绿 什么意思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民众党的巴西立委的满意度 在民众在一般社会的支持满意度 是34.2 民进党高达40% 国民党的满意度是36.8 如果以这个数字来看 应该是民众党是第三名 可是他们做的梗图叫做以巴党版 所以就是有人就想说 这个有点太过意美自己了 所以就问了柯文哲 我们来看看 事实的真相我们是真的只有巴西立委 我们也是很 都不到人家的五分之一 不过我们也是力争上游 很努力的在工作 上统计上是没有差很多 不过这一点我们一定会更努力的来 来弥补 称入主席所说的 我们应该要更谦卑 自我反省 更努力的工作 那只不过我自己也是 看了那份民调以后觉得很惊讶 就专门在护航洗地 缺席不咨询的民进党 既然满运度最高 我们一定要深自的反省 怎么样做才会做得更好 好我们看到阿伯呢 柯文哲自己讲说 我们只有巴西啊 数量不到人家的五分之一 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很不错了啦 也是力争上游 那这个黄国昌 他是民进党团的总照 他说我们要深自反省 对不起 民众党党团的总照 黄国昌他说 我们要深自反省 专门在护航洗地 缺席不咨询的 民进党竟然满意度最高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来 我们先请教这个晚会 我先 没有办法 因为我自己本人 在看到这张图表的时候 也满惊吓的 以巴挡摆 这个当然 我还仔细我刚才把它打开来看 因为我们通常我们的图 下面都有落款 就是我所谓落款 就是会是哪一个单位做出来的 这张看来是党团做的 那些党团负责人叫做 这个陈志涵 赞党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是 我觉得早上科转的有点 比较婉转的一个说法 当然国昌讲的还是有一点 但没有错了 国昌讲的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检讨就是说 为什么民进党的委员们 你看他们这样子搬来搬距 梳梳脚穿高跟鞋 还是有40% 梳梳脚 对 因为后来现在改书巡也是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态度 但我觉得回来讲 我觉得确实要深刻检讨 我要讲34%我不认为很差 我自己不认为很差 要先搞清楚 我们这一次柯文哲 只会选26% 所以我觉得一样老话一句 沒有那麼會飛天鑽地 但是八個立委裡面 難道 我先不要講外面的人怎麼看 我先說我們自己小草 我也算小草吧 就小草怎麼看 我們八旗立委是不是都有發揮 這樣子的一個戰力 我覺得確實應該要深刻檢討 如果說只有黃國昌一個人的聲音 老實說 你如果我在這邊 我講話我負責 八個委員裡面 我自己有印象的相關的質詢 第一個是黃國昌 第一個是張祈凱 他在有關那些光電的部分 我覺得他問得還不錯 第三個是林國成 有關勞工部分 他勞工相關的議題 他問得還可以 除了這個之外 我是沒有有印象 哪個委員問了哪個議題 讓大家會拿起來討論 我覺得這本來就是 應該要檢討的部分 雖然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那就趕快跟上 我覺得這個圖 是真的會讓人家很多誤會 所以我才說 這不用以八黨百 以一黨百就好 因為我從頭到有印象 就是黃國昌 我那天我這個會期當招委 然後我們教育文化 然後上次就討論到 教育部的一些的問題 然後大家真的是太多人了 然後就聽得快睡著 黃國昌一進來開始噼哩啪啦 全部人就嚇醒了 我就是覺得 所以說 然後他的不管是 他的一舉一動 我說實在的 以一黨百比較行 其他的部分 你剛剛雖然有條列 第二跟第三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印象 我沒有說好或不好 好跟不好是你要有印象 你才會去評論好或不好 你現在連我這個都沒有 任何的印象當中 但是我個人覺得說 因為這是禁電視 然後到未來還是會有很多 不同的媒體出來 然後你也 我覺得他最大的一個問題 這個犯的邏輯上的錯誤 你怎麼可以用幾席 然後他的這個部分 然後再去做平均 這個邏輯是完全是錯誤 這是一個整體上面的 一個表現 那整體表現 你這樣來去看的話 其實說差距不大 意思就是說 大家對於整個立院 目前來說 還是三黨不過敗 還是一模一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這樣子的一個支持度 聲量是沒什麼好討論的 來 明先生 我覺得這個是 凸顯民眾黨 第三大黨的困境 你到底要藍還是綠 跟國民黨合作 還是要徹底監督執政黨 還是要你要變成小綠 看起來民眾黨 還是跟國民黨 感覺是比較合作比較多 可是你要突破說 吸引除了媒體的目光之外 就是說你真功夫 還是在法案上 你要第一個議題 要大家有共鳴 第二個法案的立法 總是要讓人家看到 說你哪一些法案有設定 民眾黨的優先法案是哪一些 目前好像看起來 沒有所謂的說比較聚焦的 除了好 黃國昌雖然聲量很高 他直播包括質詢 很多媒體會報導 可是黃國昌是接避比較多 在法案的部分有嗎 看起來是沒有 而且第二個 民眾黨困境是這樣 黃國昌聲量很高 剛剛委員講說以一擋擺 可是黃國昌聲量越高的時候 他又壓過柯文哲了 這陣子好像柯文哲又不見了 柯主席在哪裡 除了開咖啡廳之外 所以是說民眾黨到底要怎麼去發展 要SOP 所以民眾黨到底要怎麼發展 民眾黨現在好像變成說國常黨 柯文哲到底在哪裡 這個記者的招待會又是科癖擺不脫掉過去的壞習慣 他喜歡賣龍小聰明 動不動去科學 務實 講的那一大堆 他講這個是CP值 這個觀念是錯的 還有不過我要先講王會講 王會說八個人他覺得三個人還可以 三個人是四成 國民黨有52席乘0.4的話 國民黨起碼要有20個人的發言 到現在要得到你的肯定跟讚美 沒有 所以你也是取你喜歡講的去講而已 CP值不是這個概念 因為你現在民眾黨最尷尬的 最見不得人的就是米酒吧格 這個聲量也好 正面的聲量或是社會的肯定 是看你有幾個人得到肯定 你的分母的人數越多 你這個可能性越容易對不對 如果有50個的話 國民黨應該有幾個像樣的 是受人家點頭的 我剛才想來想去 也只有一個許巧欣 還被這個奶精罵對不對 罵 我覺得巧欣現階段是可以的 因為這是潔壁 除了巧欣還有誰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是要看你學習的速度 有多壞 你不能擺脫民生黨 競測只有區區八個 你什麼CP值 什麼值都一樣 你硬是沒有的東西 硬是要拿來說嘴 這除徵嫌你的難堪 其實他根本不要做這個圖檔 對 真的很丟臉 來 對 黃傑上任以來 我對他幾乎沒有什麼正面的 正面的印象 可是他今天講得很對 如果說要這個CP值高 八席三 八席多少 三 四 那這樣子一席的話 如果也三 四不就更高嗎 就是有點可惜 就有點好笑 就民主黨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但是我覺得這個人 那個立委是這樣子 當立委我覺得大家這一次 因為國民黨的 新科的立委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立委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像我跑立法院這麼久 你知道嗎 你要去質詢一個官員 特別是總質詢這些官員的時候 這些所有的官員 每一個人都比你政策熟習得很多 你要在這個一問一答中間 抓到那個重點 然後還可以繼續的問他下去 都非常的不容易 可是我要平心而論 上一屆的立法院 這些民眾黨的 這些委員的表現太精彩了 還有國民黨的那時候的 雖然只是少數的 少數的席次的時候 所以很快 民眾黨那時候高宏安 蔡碧如 陳婉惠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點得出來 然後 然後這個柯委員 柯智恩 柯智恩 王玉敏 蔣萬安 那麼多的那時候的 就是新科立委 他們在新科立委的第一個會期的時候 就是那麼的亮眼 然後還有王洪威 王洪威是補上去的 他也很快 他不只是揭幣 剛才明顯講的是重點 除了揭幣以外 你在法案的部分 你要能夠問出法案的重點 能夠要在 你的專門的委員會上 讓大家能夠在 很短暫的時間之內 覺得說 在這個國防外交委員會 你很厲害 在什麼內政委員會 你很厲害 在問完很厲害 立委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不容易 我們媒體有時候只是看熱鬧 我們播出來的 不代表他是最好的 在ここ 一位 我們會不會 一些 從 從 往 到 到